《神中科 》 大家好 歡迎收聽神中科《孝法》主耶穌 今天是12月9日 題目是《悔改的心 恨惡罪 喜愛公義》 全審節在《史厚行傳》 二章37-38節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仕途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人要怎样才能够在上帝面前清义呢? 罪人怎样才能够成为义人呢? 我们只有靠着基督才能够和上帝和好成为圣结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呢? 很多人和五秦节的群众发出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在认识到自己的罪之后 就不断地说,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回答的第一句说话就是要悔改 在没多久之后,他又说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而逃没 悔改包括为罪忧伤和离弃罪恶 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罪的本质 就不会离弃它 如果不是心里面去离弃罪恶 生活就没有可能有真正的改变 很多人不明白悔改的真正意义 他们犯了罪之后就会优秀起来 因为害怕罪行所带来的和灾 他们甚至表面上有所改善 但这并不是圣经所说的悔改 他们悲哀是因为怕受苦而不是为了罪的本身 这个就好像以素看到自己的永远 丧失长子名分时候的伤心一样 巴兰在手持利剑 兰在路中的天使面前也曾经恐惧战惊 他害怕丧命 就承认自己的罪 但他没有真正的悔改 也没有改变主意 痛恨恶行 加略人尤大在卖主之后也曾经呼喊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 这种认罪乃是良心的谴责 和惧怕刑罚的心理 是被逼出来的 犯罪的严重后果令到尤大满心恐惧 但他不是因为出卖了无辜的上帝而止 拒绝了以色列的圣者而心感悲痛 他们都是为罪的后果悲哀 而不是为了罪本身忧伤 但当人信从圣灵感化 他的良心就会输成 有罪的人对于上帝圣律法的深奥 和神圣性质就会有所灵回 这个律法是天上地下政权的基础 他会看见上帝的慈哀 圣结的美和纯结的快乐 并且渴望得到结症 和上天恢复交往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